主料,低筋面粉85克,辅量,鸡蛋5克,牛奶40克,色拉油40克,细砂糖8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准备材料,面粉需要过筛,蛋白蛋黄分离,剩蛋白的盆要保证无油无水,最好是用不锈钢盆,用搭蛋器把蛋白打到成鱼眼泡状的时候加入, 3分之1的细砂糖20克继续搅拌到蛋白开始变浓,凑成浇出泡沫时,再加入3分之1糖再继续搅拌到蛋白比较浓稠,表面出现纹路的时候,加入剩下的3分之1糖,把蛋白打到蛋白掉不下来,把5个蛋黄加入30克细砂糖,用筷子打散不需要,打发一次加入色拉油40克,牛奶40克,低筋面粉搅拌均匀, 把蛋白分三次倒进拌好的蛋黄中搅拌均匀,注意搅拌时上下搅拌,不要打圈,以免蛋白消泡,烤箱熨热160度,放入烤箱中,凝除烤箱分为5层,放在倒数第二格,入烤箱160度烤制约一个小时后, 看蛋糕捧起变金黄色蛋糕就可以了,第一次做蛋糕蛋糕裂开了,问了下师傅是硬蛋白打发过头了,亲们要注意我,相信亲会比我做得好,烤好后的蛋糕从烤箱里取出来,立即倒扣在冷却架上直到冷却,冷却后然后,脱膜,结块即可享用,直接吃已经非常好吃了, 也可以用来制作各种烤箱蛋糕,烹饪技巧,注意事项,蛋白一定要打到恰到,冷却后再把蛋糕从模具中取出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